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這個協欣的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HKCE 2011Paper 2第35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他問你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obtained from any box and visa diagram 即是框線圖 好 框線圖我經常有名叫做雅靈圖 即是一個什麼圖呢? 留意下形光幕的右手邊是這裡 現在的科技好先進 按個按鈕 那就圖出來了 這圖是什麼圖呢? 就是在我陸史中 Chapter 24 的第一頁折錄出來 我忘記第一頂第二頁 其實這就是一個雅靈圖 即是中文叫框線圖 英文叫做Bot and visa diagram 在雅靈圖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五個資料 分別就是最大顆data是多少 最小顆data是多少 最小最大 然後還有一個Lower quarter 下四份位數Q1 還有一個上四份位數Q3 Upper quarter 還有一個中位數Median 即是Q2 我們符號叫做 我們不如逐一擊破體看看 現在的題目就問你 第一個 平均值Min 你看到嗎? 我在這幅圖上 我根本想都想不到 它有幾顆data 還有每顆data 是多少我完全不會知道 所以你為什麼計算平均值呢? 你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拜拜 第一個禁錄 第二個 中數 最常出的data是誰 你在這幅圖上基本上都看不到 所以其實也是拜拜 至於第三個 什麼叫做range 如果你真的問我range 分布域 我拿一支紅筆 好嗎? 其實分布域 你問我真心 那是什麼來的呢? 我畫好一點點吧 這個range 其實就是 如果根據公式 就是將最大的數值 減最小的數值 就是maximum 那個data 再減 minimum 那顆data 那你最大顆是這個 最小顆是這個 那你的分布域 當然是看到 那個range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3是對的 至於第四個 這個 這個 Upper quarter 上四份位數 喂 你不就馬上看到 這個其實是什麼來的? 即是說得難聽一點 這個 對了 那我按下它 其實它真的在形容就是Q3 就對了 那你Q3 就馬上在這裡看到 是不是? 所以其實在這個位置 就是連個4都對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 34 即是d OK?行不行? 好,查查看 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OK?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